歡迎收看健康心智 你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根據衛福部的公布 106 年 活了十大死因第一名是癌症 緊跟在後面的就是心肌梗塞 跟狹心症 這些心臟的病 尤其是心肌梗塞 往往在很短的時間 就帶走一條寶貴的生命 讓人措手不及 到底有哪一些是我們可以來預防 事先來做的呢 做健康的好主人 以及我們身體的好管家 這是我們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告訴你 不要等到CPR 才知道我有心臟病 今天問你邀請到的來賓是 臺灣醫院心臟外科 袁明祺醫師 袁醫師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袁醫師今天我們要來講的 這個題目你訂得很有趣喔 不要等到做CPR 才知道原來我有心臟病毒的 對 因為我現在在大學 在教書叫急救醫學 急救醫學的最重要件事是 如何做個有效的CPR 當然同一個時間我們在電視上 也經常會看到大家說 要做CPR 糟糕你就是沒有做好CPR 所以這個病人沒有被救活起來 但是我常常提醒我的學生 跟我的民眾 病人 都講同樣一件事情 你一旦被CPR的時候 你能夠存活機會只有40% 換句話60%是在 這是統計學 這不是我講的 做CPR 你只要一被CPR的人 有60%是救不回來的 大概只有40%會被救回來 那這個40%救回來的時候 因為這樣壓 這樣熱骨斷掉 心臟被按摩之後 這個受損等等 你40%真的被救回來 大概只有20 30% 然後某種程度 你的心臟就受到受損了 很嚴重這樣子 所以你在這種情形下 你真的一定要等到被CPR了 才知道說你有心臟病嗎 事實上我們知道 我們的心臟 它雖然叫做個隱形的殺手 但是它還是有些症候 有些症狀 你有沒有辦法去體會到 這些症狀 那及早的診斷 及早的治療 我相信這比被CPR 誰做個非常完美的CPR 還要有效的多了 沒錯 真的我們說 預防剩餘治療 就是這樣子的 好那心臟真的很重要 但是心臟病幾乎 它是成了一個老人的慢性病了 或是很多全世界的人 心臟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了 所以到底心臟會存在 哪一些面向的問題 其實主人講的非常重要 剛才統計學告訴我們說 哇 癌症永遠第一名 但事實上癌症 如果你把癌症 是因為把所有的癌 都統計在一起的 所以它才是第一名 但是如果你把每個疾病 細分開來的話 乳癌是乳癌 肺癌是肺癌 什麼癌是肺癌 你在細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心肌梗塞 腦中風 才是全世界 包括我們台灣民眾 死亡原因的主要原因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心臟負責全身 那心臟上面呢 最主要分三樣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常跟大家提起 你看一個心臟就像看一個車子 你要今天要去買一部好的車子的時候 你去看它的外觀 然後你要踩踩油門 看它油路好不好 你要發動一下引擎 看它電路系統好不好 所以心臟上面 也是有三大東西 第一個就是它的構造 就是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 心臟應該就像拳頭這麼大小 在中間偏左的地方 中間偏左的地方 那麼它這裡頭構造裡面 有所謂的心臟的絆膜 心臟絆膜我們常聽到說 二肩瓣 主動脈瓣 心臟收縮的力氣好不好 這些東西 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 所以它的構造好不好 它的彈性好不好 它能夠打出去多少血 能夠把血吸回來多少 這都是心臟的功能這個地方 那它為什麼會做得這麼好 就是有兩個重要的東西 也就是心臟的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心臟本身的血管 跟心臟的電瓶系統 心臟的血管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稱它為冠狀動脈 這冠狀動脈就是 心臟也是一台機器 它也是一台機器 它也需要能量 它也需要吃飯 它也需要任何的營養品 它才能夠乖乖的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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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汽車 你一定要把汽油加滿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心臟的游入系統 我們就稱它為冠狀動脈 它總共有三條血管 一條走在心臟的左邊 一條走在心臟的右邊 一條走在心臟的後面 這樣三大條高速公路 在環繞這顆心臟 讓它隨時供應這心臟的肌肉 它的這個營養 那這時候它才會 砰砰砰砰的跳動 那心臟的跳動又很特別了 因為心防跳一次 心室要跳一次 這個兩個人要協調得很好 一個是上膛 一個是把血打出去 所以這兩個人一定要協調得很好 他才能做很多事情 那他怎麼靠怎麼協調呢 他就是靠心率 所以我們的心電圖就產生這個 心防跳一次 心室跳一次 大家休息一次 再來一次這個結構 就會有波 砰砰砰砰砰 它這樣去打動 所以這三個東西 都要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這顆心臟才會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常常討論心肌梗塞 心腳痛 這個時候是討論這三樣事情裡面的哪一樣呢 這在討論這三樣事情裡面的心臟血管這一塊 所以心肌梗塞 心腳痛 都是在討論 血管 血入 游入系統有沒有很通暢 所以這時候暫時沒有想到電瓶系統 暫時沒有想到心臟構造的問題 完全在想到 供應這個心臟營養的這三條血管 有沒有發生特別的問題 所以至少要再討論這個事情 好 所以觀眾朋友 當你這樣子聽完他的構造 整個的三大面相的時候 你就更加的清楚 原來我們常常走 心肌梗塞雖然對走的這個人 我們說了 他很快 沒有痛苦 但是留給他的家人 活著的人很多的遺憾 為什麼 沒有辦法 來得及跟他說再見 對不對 人事上人生真的是很短 有些時候你必須要去組你的夢 但是人只要活的時候 好像就會有些理想 有些夢想 舉例來講 像我們現在就想說 我現在中年了 我到了下一階段退休後 要做些什麼事情 就開始編你的夢想 還是做什麼東西 那有些人會想說 有些年長的病人可能會想說 我要想參加孫子的這個結婚典禮 是 畢業典禮 我想跟我老朋友下個旗 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夢想 或什麼東西的 但是一個心肌梗塞來的時候 對 一下子沒有被救回來的時候 你輕則倒下去 還可以被救活起來 是 但重則的話 一不小心就一命無苦了 沒錯 所有的理想 所有的夢想就 全部就沒有了 是 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些時候 我為什麼會一直希望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跟大家告訴大家 如何去預防去做診斷的原因 是因為 往往我們在看一些病例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說 天啊 你如果早個半年 早個三個月 早個半年 事實上它故事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何的能夠 早一點的來幫忙到你 我相信都是一個非常想做的事情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心肌梗塞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醫生都知道 它會有哪些問題對不對 那通常心肌梗塞 它會有哪一些大的一些症狀 或是一些 通常其實心肌梗塞 大家常常會形容 它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 不舒服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說 叫做心腳痛 所以心腳痛 心腳痛那不是單獨另外一個嗎 不是不是 它就叫心腳痛 所以我們常常想說 什麼叫做心腳痛 大家有時候搞不清楚 什麼叫心腳痛 對啊 心腳痛就是 突然間 這個三條血管的 突然間某一條 有點狹窄了 有點不通了 不通了 就像高速公路 一遭突然間在中壢那段 發生車禍了 或者是在這個舒嬅公路那邊 發生了土石流 突然間這個道路不通的時候 那這時候 你堵到哪裡 就會有哪些症狀出來 我們這張圖就是給大家示意 最常見的就叫胸前 左胸前這個地方 好像有點悶悶的感覺 你就感覺好像有石頭壓在那地方 喘不過氣 那就過不去 有些人說 原因是你這個實在是太籠筒了 想不出這是什麼道理 沒關係 你大概試著去拿個橡皮筋 把自己的手指頭綁起來 綁起來之後就要知道 橡皮筋綁起來 血過不去 你大概不用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你就覺得 好緊 不錯 我想把下筆記拿掉 就是那種感覺 石頭壓在那地方很不舒服 你就開始有點冒冷汗 你就希望說這個東西怎麼樣 可以把它解除掉 OK 所以 在堵到哪條血管 它會有哪些不同的症狀 所以有些時候 它會痛到下巴 它有些時候會痛到左肩膀 有些時候它像胃痛一樣 有些時候它像胃痛一樣 有時候到背 所以它不太一樣 不過比較典型的 還是左前胸的地方 會有點疼痛 了解 所以它會有一些轉移 完全看你堵在什麼地方 是 但是 是不是這樣子是 每個人這邊一痛 新腸病發生了 所以我們在醫療上面 我們在教我們的學生 教我們的民眾的時候 也就是說 你不需要亂槍打鳥 你還是有所謂的中獎機率 我們所謂中獎機率說 你為什麼會是下一個心臟病患 這就是我們希望 能夠讓你能夠知道說 為什麼會是我 對 三個東西 是我們大概沒有辦法避免的 第一個就是遺傳 第二個是年紀的老化 第三個就是性別的差異 是 遺傳 年紀的老化 性別的差異 所以遺傳就是說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 你爺爺奶奶 近親 如果家族裡面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的話 那真的很抱歉 可能與生俱來 你的遺傳精英裡面 就可能是有心臟血管疾病的風險 沒錯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一旦 胸口悶痛的時候 你要懷疑說 糟糕 那不是我 是不是 要有警覺性 要有警覺性 對 反倒是你家族裡面沒有這種遺傳疾病的時候 你可能心可以稍微放寬一點點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我說的是年紀老化 也就是說 動脈硬化是每一個人 很多人會觀察說 原醫師你看我這麼瘦 我又沒有高血壓 又沒有什麼 我為什麼還會得到心臟循環疾病 你還是會的 就像我常講 你如果到了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 你說你沒有一根白頭髮 那是騙人的 你沒有一點皺紋 你沒有一點什麼東西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非常異類 大部分人還是會走到 血管動脈硬化這個趨勢 沒錯 只是說我們有沒有辦法 讓它變慢一點點 當然我們醫學都在做研究 有沒有辦法根本就把這件事情給它停下來 但是目前還沒有得到這個結論 所以 每個人超過五六十歲 就會有這個情形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男跟女的話 男孩子比較好發心臟血管疾病 道理很簡單 因為上帝認為說 女孩子在未更年期之前 隨時要帶自己的生命 跟小baby的生命 很辛苦 所以荷爾蒙保護著 對保護著你是作戰官 所以這三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但其他的 你為什麼會得到 中獎積極力比較高呢 就是你有三高沒有去控制 所謂三高就是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這三個東西 你可不可以控制得好 可以 你可以從食材 你可以從藥物 你可以用做休息的地方 都可以把它控制得蠻不錯的 是 所以我們說要對 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任 對自己的身體負責任就是這樣子 是 所以你在這個情形下 所以你三高如果可以控制好 當然可以控制好 那你可不可以瘦一點 可不可以多運動 維持一下你的體型 對 當然對我來講是最不公平的 因為我很努力的在做健康負責任 但是不是那麼容易 但可不可以做到 絕對是可以做到 只要你有毅力有決心 好 那所有的研究裡頭都知道說 抽菸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會不會 你可不可以戒菸 可不可以 當然也是看自己的決心 你如果願意有這個定義決心的話 那自然就可以 那生活的壓力 可不可以自己處之泰然 因為現在很多人晚上不睡覺 在追韓劇 在玩手機 玩什麼東西 明明老天爺設計的是 11 12點鐘的時候 要搭配你身體上的推黑激素 要進入到休息的狀態 要讓心臟能夠放鬆放緩 這時候你還在熬夜加班的話 我們就叫做過勞的現象 過勞嚴重的時候 就會產生過勞死的那種危險風險 所以這些風險你逐步的加在一起的時候 一旦你覺得胸口悶痛的時候 你不要懷疑 因為極有可能下個心臟病的病患就是你 你就應該積極的去做一些檢查 做一些治療 那這樣的話你才能夠 反之你不會說 我很強壯沒問題的 我可以擦我可以擦 NO 事實上每個人只要熬夜加班 大家都可以知道 你只要熬夜兩天不睡覺 你回來就眼睛就開始睡很輕鬆 頭昏腦脹的 就開始會有點心悸 是是是 那一不小心 下個心臟病患就是你 下個被CPR的人就是你 是 所以觀眾朋友真的 我們要常常的去 反省我們的生活 我們是怎麼樣過日子的 對 不是說你忙碌賺錢 這件事情之外什麼都不管 身體會回饋 對 真的 你給他好的照顧 他就好的回饋給我們 讓我們有一個健康的體態 健康的身體 但是反之你縱容了我們的身體 你沒有好好的來當身體的管家的時候 這時候身體的回饋 當然是不好的 是的 是 所以心臟我們說 真的當有一點點不舒服的時候 那個警訊來的時候 不要疏忽 那個警訊對不對 對 所以警訊是變成非常非常重要的這件事情 所以你為了要不要讓它發警報 不要讓這台汽車拋錨在路上的話 是 你先前就要做很多事情 維修 對就要維修 所以他就說 你不信的有三高 那拜託你積極的跟醫師配合一下子 對 我們環境 我們醫療制度現在這麼好 這麼好 那麼你就乖乖的服藥 你千萬不要自我去挑釁什麼東西 是 那這樣的話反而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再來呢 我們常講說 這個心臟血管是一個 就像你家裡頭那個水管系統 對啊 它要動的 所以你越不動 它血液越容易滯流 一滯流就容易產生血栓 產生血栓就容易造成塞車 就容易造成梗塞的現象 所以這時候你就知道了 你必須要動 要活動 要讓心臟蹦蹦蹦蹦的跳起來 讓它心臟能夠循環 OK 好 循環都好了 但你不喝水 那又糟糕了 血液我們聽過有很濃的對不對 現在年輕年紀輕輕的 像現在國高中小學都會做身體檢查 對 你知道嗎 高中生很多的血液報告回來是 血很濃 對 因為它吃得太油膩了 吃得太油膩又不太運動 又不喝水 那它當然 它心臟想走 但是河流是乾枯的 沒有辦法走 所以它當然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就會鼓勵大家說 尤其是年輕的孩子 因為你三不五時 還要上體育課做什麼東西 對啊 你在體育課的時候 你又消耗了 你又沒有補充進來的話 一不平衡 反而對身體上是一個傷害式的運動 所以有些人會跟我講說 原因是我都有在做運動啊 為什麼還是覺得很疲倦 因為你在運動的環境下 也沒有給它適當的準備 所以大家如果看運動員的話 他在跑步之前可能做什麼事 可能吃一個暖身 吃根香蕉 喝點運動飲料等等 因為他知道 在未來的三十分鐘四十分鐘之後 他要做好多的消耗 他要給自己一點能量 所以我們現在人反而是說 糟糕時間到了 我要趕快去上課 也沒暖身沒什麼 就開始做 那這樣的話反而是 非常傷身體的一個情節 所以真的啦 心臟跟我們的血管 跟我們的很多問題 都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 有狹心症了之後 久了他又不治療 這個血管就開始老化了 對 就開始老化 他就開始動脈硬化 動脈硬化的時候 一緊急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狀況 所以我們在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說 好糟糕 你如果真的在家裡頭 發生了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像以前有一次 我最經典的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住在細紙 那麼他當天晚上下班 五點多左右的時候 剛回到家 一下這個車子的時候 覺得胸口悶到不行 開始冒冷汗 那這個時候他想說 糟糕心臟病發作了 趕快就醫 完全正確的選擇 對不對 他就叫他太太說 趕快送我去醫院 那這時候他說 他要去哪裡 他說對不起 我平常都在台大醫院拿藥 請你送我去台大 大家想想看 五點多下午 塞車啊 從細紙要到台大 是 他沒到台大路上 就已經 對啊 所以 在心臟病發作的時候 陳如主持人一開始講 他是很短的 只有十幾分鐘的時間 這十幾分鐘的時間內 你要做哪些事情 對 爭取這十幾分鐘的時間 救命時間 讓你能夠救命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情 先認知你有這個疾病 認知你有這個疾病的之後 你要想辦法去了解一下 家附近有哪些方便就醫的環境 那這個時候你要想辦法說 好 如果有一天我不小心發作了 我究竟可以去什麼地方 是 我常講說像我們有些 婦女朋友要準備生孩子的時候 家人都會先準備 一旦痛了 我誰要拿什麼 誰要拿什麼 然後趕快送到哪裡去 所以他知道 你知道你是心臟血管疾病的患者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看附近哪些時候 白天可以去哪些醫院 晚上可以去什麼地方 先了解這個狀況 沒錯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緊急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現在最常見的就是 給一個舌下含片 舌下含片 所以這是心臟病人 他會背著的樣子 對 記得一件事情 舌下含片 它是針對心臟血管的 所以你如果是心率不整的病患 不能 不用一用這個 對 你如果是高血壓的病患 或低血壓的病患 或是心臟什麼 半膜缺損那種病患 都跟這個沒有關係 或是完全沒有關係 千萬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能鼓勵說 每個人要攜帶一瓶酸 難怪 不行這樣子 如果你是心率不整的心臟病 倒下來的話 你把這一整瓶吞下去 也沒效 反而會 反而會害了你 反而會耽誤你的時間 因為心率不整 如果真正要救的時候 是用AED去電擊 對 那才是比較重要 那當然 民眾不可能分得這麼細 所以我們還是強調說 不要隨便 像那時候我 不要隨便吃救命碗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非常抗議 說有什麼 誰說 我把這個當禮物 每個人送給他們 送給他們 千萬不可以這樣去做這件事 我一定要確定 你是心臟血管有問題的時候 這個藥可能會有點幫忙 是 所以在急糾症的時候 我們告訴大家說 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家附近的環境 有什麼地方可以提供緊急醫療 服務 那需要的時候 趕快過去就醫 這是第一件事 那在居家 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在教科書告訴我們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叫做夢娜治療法 M-O-N-A 很好聽喔 夢娜 夢娜治療法 那這是教科書告訴我們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一個急性心肌梗塞的病患 如果一旦來到我們急診室的時候 我們可能第一件事情 如果確定診斷是心肌梗塞的時候 我們醫護人員會馬上給他打個馬菲 摩菲 馬菲打進去 為什麼呢 馬上讓他減緩疼痛 因為你在越筋暖的時候 血管越過不去 血管越沒辦法放鬆的時候 這個心臟就僵在那個地方 越緊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要怎麼樣 讓它能夠放鬆開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就會給馬菲先下去 大家就會講說 那原因是我家裡頭沒有馬菲 那你怎麼辦 那沒關係 馬菲意思就是放下疼痛 所以有心臟病的患者的時候 在家裡頭要放一些止痛藥 要放一些普達疼 這個什麼阿斯匹林之類的藥 放在家裡頭 如果真的不行 趕快先吃一顆下去 兩顆下去 讓自己能夠先把這個 緊繃的那個東西 能夠把它 能夠企圖把它放鬆 你可以爭取到兩三分鐘 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第二個 在醫院裡頭我們馬上給 Oxygen 氧氣 Oxygen 氧氣 氧氣馬上拿上去 為什麼呢 心臟就是需要氧氣 對啊 所以我們空氣中氧氣 只有一點點 但是你趕快給它存氧的時候 哇好像強迫灌注氧氣的時候 你會比較舒緩一點 舒緩 舒緩一點 大家又講了 我家也沒氧氣 我家也沒氧氣 那怎麼辦 那沒關係 你沒有氧氣的話 在心臟病發作的時候 就麻煩你趕快把窗子打開 通風 通風 然後如果有衣靈 有圍巾 趕快打開 然後呢 這也是這時候 平常訓練大家要做什麼 氣功 太極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慢慢的放輕鬆 深呼吸 深呼吸 讓每一口進去的氣 能充滿一些氧氣 能夠做氣體的交換 了解 一方面可以讓自己放鬆 二方面 新鮮一點的空氣 新鮮的氧氣 可以進去 所以你就開始 是 吐氣 深呼吸 這時候有點像是提供了 Oxygen O 這個東西 是 那 叫NTG 就是叫舌下含片劑的英文 叫Nitroglycerin 是這個東西 那這時候 如果有的時候 就趕快打開 放在舌下一片 舌下含片 最大的特色是什麼東西 它要避光 因為它一曝到光的時候 它的舌 那個 腰下就過去了 所以你要放在那邊 那 如果已經知道自己是個 心臟血管疾病的患者的話 你平常也要演練一下子 因為我們在電視劇上都看到 一發病 找不到藥 整個包包都倒光了 還是找不到藥 找到他就打不開 所以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你能夠稍微演練一下子 怎麼樣去取得它 打開它 然後放一個刀舌下去 每五分鐘 可以含一片 那麼讓自己看看 它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藥的作用就是說 筋暖的血管 我在吃下去它之後 希望藥過去的時候 它能夠稍微把血管 稍微放鬆一點點 打開 所以它是血管擴張的作用 對 所以它在擴張的過程中 有時候會把血壓也壓下來 降下來 所以你本身血壓很低的時候 又猛天這個東西 那更低了 會非常危險的 會昏倒了吧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能當作一個 常備用藥 就是說你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吃下去 它血管可能可以稍微放鬆一點點 這是我們的目的 OK 又有人講了 那我一時找不到藥 我沒有東西怎麼辦 沒關係 大家想想看 熱脹冷縮的原理 熱脹冷縮的原理 所以當我這邊很緊 很不舒服的時候 那我趕快怎麼樣 喝點溫開水 喝點熱湯 喝點什麼東西 如果當時還沒有噁心 我吐的話 喝點熱的東西 從腸胃倒進去 舒暖你的身體 那也許可以爭取到 那種簡短的一兩分鐘的事 讓它能夠稍微 擴張開來一點點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再來 血管一緊繃 我們剛剛講了 一緊繃 就會產生塞車 塞車就叫做梗塞 就血栓就會開始囤積起來 那血栓囤積 總是通常我們花一分鐘 產生血栓嘛 所以這時候我們趕快 吃點抗擰血的藥 所以Mona的最後一個A 是什麼東西 叫做Rspilin Rspilin就是讓你說 好吧 本來一分鐘產生擰血 我可不可以變成 一分半鐘再產生擰血 或兩分鐘再產生擰血 我讓它擰血不要那麼容易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趕快吞個Rspilin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達到 它的效果 那家裡頭沒有Rspilin的話 沒辦法怎麼辦呢 就多喝點水 想辦法讓血液稀釋一點 或者趕快想辦法 手腳動一動 這也就是 這也就是為什麼 大家在這個坊間 常常講說什麼 心臟病發作的時候 要用力咳嗽 要放血 要扎針 這個目的就是希望 趕快讓動起來 讓血液不要凝固在那邊 讓血液能夠走起來 所以這四樣東西 如果能夠把握在心中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的目的在做什麼事情 是 所以真的 當緊急狀況來到的時候 至少 醫生說的這個Mona的療法 醫院有醫院的 用藥的流程 對 但是民眾在家裡 我們都有一些變通的方式 原醫師也告訴我們 很多很多居家 我們可以自己先救命的一些方法 那如果民眾 當然真的不要等到這一步 對 真的不要等到這一步 你做好了身體檢查 醫生告訴你有哪一些膽固醇 就要來好好的調壞膽固醇 過高的問題 有三高 好好的來治療三高 對 所以心臟的一些 就是飲食的規律 不要吃那些高油脂的對不對 對 因為當然現在社會上誘惑實在太大了 所以你一不小心 像我有時候一受不了誘惑 結果想吃個牛炸雞 或什麼東西 沒有錯 你還是可以對身體好力 因為這還是個獎賞 但是你就要規劃自己吃的方法 也就是說 本來是天天吃奶茶 什麼炸雞 也許你就會想辦法變成 年紀大了到個年紀的時候 你就想辦法一個月 給自己挑一天的時候 那這一天最好是前後 你還準備多做運動的那幾天 當然 那你就吃下去 吃下去後第二天多做點運動 把它消耗掉 是 那你還是可以覺得 飽足的感覺也可以滿足到自己 運動又把它消耗掉了 還是可以過得很快 是 所以人生的選擇 是要自己去搭配 真的 不要一味看一個東西 說不可以這個 我就永遠沒有這個 永遠都不要吃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做好一個 全面性的搭配 醫生說的 你犒賞自己的同時 你也要多多的把運動 做一些運動 把它代謝掉 把它盡快的清除掉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擁有健康的人生 對不對 一點都不錯 是今天很謝謝元醫師 謝謝大家 我想人若賺得全世界 卻賠上了自己的生命 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能拿什麼 換回我們的生命呢 那就是在你活著的時候 好好的珍惜你身邊所擁有的 好好的感恩你每一天所過的 希望他是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我相信每一個人 就能夠擁有一個 自己生命的主人 管理好我們自己的健康 謝謝你的收看健康新知 祝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